解开奥秘第八讲 耶稣基督实现了亚当的护照 四十六页 最下面一段 基督的统治有力通达 表现出他作为神所拥有的大能大力 一方面是他作为神拥有大能大力 这是A B 他也是第二亚当充满全病 A 他是神 他有无所不能的大能 B 他是第二亚当 充满全病 他是第二亚当 他是第二亚当 再来 他是第二亚当 实现了亚当的统治的使命 他是第二亚当 亚当实现不了的 他实现了 他命令风与海 他们都听了 他的话 因着他的旨意 鱼充满了鱼网 水变成酒 他手上几块饼 喂饱了 五千多男人 加上妇女跟孩童 可能我们习惯了 现代的高科技环境 当耶稣直接在他的创造物中 运行他的大能的时候呢 而不是透过科技 我们就有点不懂去欣赏他的奇妙 平常我们会佩服人类的高科技 怎么在海里空中运着 但是别忘了 没有人能够像耶稣这样子在海面 行走 更不可能升天 这里又是一句妙诀的话 以为我们科技很发达吗 谁能够在水上行走 显得自己的升天 第十七点 耶稣实现了亚当的护照 骗满全地 第十七点 耶稣也实现了亚当 当初所领受的护照 就是要骗满全地 保罗论到耶稣基督临在的主权 就是说 在宇宙中 临在就是在宇宙中相对于超越 一方面提到他 耶稣对万有的统治 耶稣基督高高在上 统治万有 另外一方面也说 他充满万有 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什么意思呢 一方面他高高在上 一方面他在宇宙中间 宇宙之中 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 不仅仅是弥补人类所丧失的 那个的确是 更加是完成人类所应当完成的使命 人类对宇宙的统治 在基督里达到最终的 完美境界 耶稣是第二亚当 他可以说 看啊 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耶稣基督 是圣养众多有很多儿女的 从万族万民 基督以自己的名造就 数不出的那么多的人 那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团福音 哎呦 聊聊可数几个人信主 刚刚刚反过来 耶稣基督救的 他的儿女是数不清的 那位以自己的大能充满宇宙的 在他那荣耀日子来的时候 会聚集所有的真以色列 万国万民中 属他的人充满着他的圣殿 好这里 基督是实现亚当的使命的 十六和十七两点 在这里我在延伸讲一讲 文化使命 或者是社会关怀 很有意思的 我们基督派福音派 多年来是反对社会福音 反对社会关怀的 你做一点点的好事 帮助邻居就说 你是社会福音 自由派 青年会等等 海外华人 但是一下子 我们的同胞在 广场上受难 那些基督派的牧师 都上街游行的 是指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美国 一直的地震发生在国内 就不理什么社会福音 社会关怀 青年会了 基督派的都跑去振灾的 很有趣的是吗 我们血肉之轻 出难的时候 就不理这个是基督派 还是社会关怀的 我们是不是有更好的 圣经基础来支持 为什么我们去地震的地区 去振灾 为什么我们会同情 我们的同胞 这是同胞吗 那其他的呢 假如不是同胞的呢 是回家徒 是西藏人 是印度教徒 是非洲人呢 我们也会这样子跑去振灾吗 还是我们是种族主义 多过实行亚当的使命呢 1974年 戈培里召开了 洛桑福音大会 1974年在瑞士 洛桑是那个地方的名字 那个是人类有史以来 不论什么宗教或者没有宗教 人类有史以来 最多国家代表的一次的会议 比联合国更多 那个时候就开始讨论福音 传福音和社会关怀之间 也就是人化使命之间的关系 史多特牧师呢 他提出在洛桑信约 社会关怀是传福音的前奏 暴露 社会关怀是与传福音同时的伙伴 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拍面包 第三 社会关怀应该是传福音的果子 信走了就会爱邻居的 我的宣教老师 在威门诗里当时是简和培 就是写那本认识现在神学那位 他是不择不扣的神学家 宣教师 是我们的宣教学的教授 他就是跟这个克罗尼院长学了 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一个使命 那你说这个有点像自由派 不是自由派 社会福音错是错在 不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不相信耶稣是唯一的盼望 不相信唯独信靠耶稣的宝血 才得永生 那个是社会福音真正的错误 当然他们这样子不信圣经 而去拍面包就没有意义了 但是我的老师说 传福音和文化使命是同一个使命 传福音和社会关怀是同一个使命 怎么说呢 你慢慢听 耶稣是第二个亚当对吗 实现了亚当的护照 慢慢听 两句话 第一句话 耶稣基督实现了亚当的使命 亚当本来就是要管理这个宇宙的 亚当做不到 犯罪了 耶稣做到 所以 耶稣基督乃是一切文化使命之榜样跟主宰 耶稣基督乃是一切社会关怀的榜样 和社会关怀的主 你看他来到世界上 他传的是给穷人的福音 不光是心灵贫穷 贫穷就是在人面前被藐视的意思 再来 耶稣基督实现了亚当的使命 就是说他身为第二亚当 他来成全文化使命 管理这个世界 他就是我们去赠灾的主 榜样 我多说意思 这个第一句话 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生 为我们复活 救赎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社会关怀 文化使命 那好榜样和主宰 二 现在反过来讲 同一句话反过来讲 我们的社会关怀 我们的文化使命 的主是谁 就是那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的主 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使命 我们的社会关怀 跟青年会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使命 我们的赠灾 我们的社会关怀 是奉我们那一位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复活的主的名 去做的 再来 第二句话是 我们的社会关怀 跟自由派不一样 我们的社会关怀 应该是奉那位 为我们流血 钉十字架 舍命 死里复活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也就是说 带着这个福音的内容 带着我们教会 传福音的身份 去做社会关怀 目标不是拍面包 目标是完成教会的使命 全盘的使命 传福音 敬拜造就 包括怜悯 第十八点 基督的工作 使我们的工作有意义 我们来读 第四十七页倒数 第四号 耶稣基督完成了 亚当的使命了 不代表 那我们就什么不用做了 我们的服势没有用了 不是 相反 因为基督实现了人类的护照 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 我不喜欢裁那个字 我们的工作就有意义 因为我们与他联合 与他相交 耶稣基督之中的胜利 正是我们的盼望的缘由 在千辈中 不是在骄傲中 我们从得胜的主 领受了一个被更新了的护照 就是要全地行出他的主意来 我们在书餐放了一本书 是签名于你 就是告诉你 我们的护照 就是第一 神护照我们每一个人 拿着我们的名字 二 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受苦 三 按照基督复活 在父神的右边 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 也就是说 我们的工作 不论是在教会里的 在社会上的 因为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 哪怕我们是在广东省东莞工厂里面 做电脑或者是球鞋的 哪怕我们是耕田的 就是有意义的 都是奉主的名去做的 当然每一种工作是乏味的 没有工作不乏味的 你同一件事情 做多过十次二次次就会乏味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榜样 本章的第二段 他是 耶稣基督是那位被拣选的后裔 就是那位 上帝拣选的 夏娃的后裔 第一点 第一点 上帝的应许是坚定的 不变的 上帝的伟大的应许 坚定而不改变 女人的后裔 必定会击破蛇的头 人类是不会再悲逆下去的 第二点 第二点 后代 后代 这个字呢 后代呢 有的时候翻成原有 天地的原有 英文是generation 一代一代 历代的意思 后代 或者原有是 创世纪的架构 我们来看 上帝给女人的应许 让创世纪接下来的章节 有了意义 亚当的后代 generations 亚当的一代一代 记在下面 表明了整个 整本创世纪的架构 故事的焦点 从天地间 世世代代的全人类 转移到雅各的后代 再来 创世纪从全人类 转到亚伯拉罕的后代 转到雅各的后代 他世世代代的后裔 让我们来看 创世纪中对后代的 主谱的记载 这个还是第二点 很多小点 十个小点 二之一 天地的 二之二 亚当的 二之三 挪亚的后代 二之四 挪亚的 儿子们的后代 二之五 闪的后代 二之六 他拉的后代 二之七 以什玛利的后代 二之八 以撒的后代 二之九 以扫的后代 二之十 雅各的后代 记录这些后代的重点 在于表明 神从来没有忘记 他的应许 神所指定的 女人的后裔的血脉 必定也必须要传承下去 透过血腥腥的 黑暗的人类的 罪恶的历史 上帝保存了 所应许的血脉 传承下去了 这个是主谱的意义 第三点 第三小点 延续和区分 或者分成 延续和分成 这个应许 不断地延续下去 上帝对夏娃的应许 不断地延续 二 同时呢 三次二 神也不断地 把人类区分成两群 神一开始 就把人类分开 神怨纳了 亚伯的献祭 没有怨纳 该引导 判断而说 人类的历史 就是上帝把他的选民 和其他人区分的历史 整个人的历史 就是让上帝的子民 彰显出来 分别出来 第49月1号 第4点 神的宽容忍耐 神的宽容忍耐 像该引 放逐了他 但是没有杀他 第5点 49月3号 第5点 人类的文化 A 前之 B傲慢与叛逆 人类的文化 A 有他的潜能 前之 B 有他的傲慢 和悖逆 该引的后代 被记载在圣经中 圣经也提到 他们进步的公益 和城市的文化 城市的文化 没有想到 北京会有 123456环 现在有没有第7环 还没有 以后可能会10环 都市文化 然而他们虽然 展现出上帝 创造人类时候 所给人类的高度的潜能 B 却仍然是一个悖逆者 尔经 诗歌 音乐 都发明了 然后这些文明造成的结果 却在 拉麦 这个充分体现出来 这个刀剑 这个庆祝了 这个世界第一个武士 残酷的胜利 第6点 从该引 到 塞特 从该引 到塞特 A 另一个族类 B 替代的族类 C 在第4学下 设立 A 另一个族类 上帝 上帝给了亚当 加尔 另一个儿子 另一个儿子 在都市化 充满着 暴力的 该引 族以外 上帝人类 实力 分别出来 另外一个 分别出来的 族类 塞特的意思 就是设立 或者是建立 上帝 是另一个后裔 代替 这个B 第二点 代替亚伯 跳下去 上帝 可以这样翻译 创世纪三章 第15节 我要在你和女人之间 设立仇恨 要在你和后裔 你的后裔 就是舌的后裔 跟女人的后裔之间 设立仇恨 这个动词的重复出现 能够证明夏娃的高兴 不仅是 因为她在亚伯死之后 能够有第三个儿子 而是因为 上帝的应许 因为上帝的信实 而欢喜快乐 在创世纪所记载的 世世代代中 不断地 伴随着 分离 审判 与 祝福 分离 审判 祝福 第七点就是 分别是审判 也是 福分 这个分离 分别出来 同时是审判 也是祝福 分别 分离 是审判 是祝福 这个是第七点 可能是因为 与该隐的族类通婚 塞扯的族意 也堕落了 人类的邪恶 暴力到了 严重的地步 这么严重 堕落 邪恶 暴力 第八点 上帝的审判 洪水 第一次的人类只剩下 挪亚一家八口 上帝的审判 洪水 这个第八点 第九点 继续的分别 分别出来 再次 挪亚的三个儿子 又被分别 上帝的祝福 丰丰富富地 赐给 散 上帝要以 散的 上帝身份 得到称赞 散的弟弟 亚佛 可以住在 散的帐篷里 有福分 享受 散 所领受的 祝福 接下来的记载 都是散的后遗了 第十点 八别塔 的分离 第十点 八别塔 的分别 或者分别 当挪亚的后遗 联合起来 建造八别塔 分别出来 分离 再次出现 就好像在 该引族的时候 人类 建造城市 不是为了荣耀神 是高举自己的名 今天我们建造 普通 建造 高铁 建造 各种的 武器 金剑 是为了高举神的名吗 不论哪一个国家 新兴的大国 或者老旧的大国 再次上帝 实行审判 为了要 亚裔人类 统一所造成的 极权暴政 上帝 使平原上的 居民的语言 变乱 无法沟通 不同的语言 使不同的民族 分别出来 在这次的大分离中 提供了一个背景 使 塔拉的后裔 记载在圣经里 包含了亚伯拉罕 顺便一提 巴别塔的咒诅 在使徒信传第二章 翻转了 巴别塔是 语言变乱 五顺解释 不同的语言 都能够听到 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第十一点 创世纪不是 优越民族的历史 或者神话 乃是上帝拣选 罪人 而且 上帝的应许 上帝信实的实现 第十一点 创世纪不是一个 优越民族的神话 或者是历史 不是的 是上帝怎么拣选呢 邪恶的人 又不让他的 应许落空 换言之 他是信实的 从第一个人被造 到雅各 在埃及的后裔 如何形成一个民族 创世纪记载了 代代相传的过程 这个并不是一个 高等民族的 充满想象力的神话 好像我们的 中国的书经 诗经 我们的历史书 以色列人被神拣选 不是因为他们值得被拣选 圣经痛苦的 公道的记载 以色列人的罪恶 是摆重点 不是列祖的 丰功伟业 重点是神的信使 神的应许 第十二点 五十一页 后裔 原文是种子 C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中的意义 有的时候说 含糊道 可以作为后裔的一个 团结的族类 A族类 B 一个后裔 一个人 创世纪没有特别解开这个谜 但是当他为我们忠实 清楚展开一个 父子相连的族谱 我们可以很确定 他是指向第二亚当 这位后裔 好像塞特一样是 被设立的 好像挪亚一样是被 呼道的 好像伞一样是被 拣选的 作为万古的诸夫 他 耶稣基督是亚伯兰的后裔 第二章 谢苏 我们现在开始讲第三章 基督是亚伯兰的后裔